直接将总部搬到中国,原来NBA还有如此疯狂的品牌相比于现在NBA的两家争霸,90年代品牌之间的百花争鸣看起来更富有传奇性,拉盖尔、匡威、法尔斯伯丁、NBA甚至是彪马,都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品牌,在他们的旗下都有着各自的当家球星,而在新千年到来后,许多品牌都因为各种原因,离开了NBA的舞台。 但在战争之后,还是有一些小众品牌留在了NBA,其中最著名的当属,2015年,将总部搬迁至中国的DogDog,可能很多现在的球迷都不知道DogDog这个品牌,这也正常。 自狂人斯普雷维尔之后,DogDog就从NBA销声匿迹了,DogDog于1995年面世,最初他是为黑人嘻哈而生的,他的创始人Wyell Lewis以自己孩子出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为灵感,创造了DogDog品牌。 在没有进入NBA之前,他已经在美国黑人圈中,有着不俗的影响力,DogDog在篮球街最著名的代言人有三位。 第一位是史上最华丽的大前锋克里斯韦伯,他所代言的DogDogCdex成为02年全明星赛上的一大焦点,这双镜面鞋帮助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演。 第二位代言人是狂人斯普雷维尔,他所穿着的是DogDog史上最著名的篮球鞋,被中国球尼亲切的成为风火轮的Spinner。 斯普雷维尔是狂热的改装车迷,所以他希望他的球鞋也有被改装的元素,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双在鞋侧有着风火轮装束的球鞋,但更惊讶的是,风火轮是真的可以转动的,运动员每一次的踩踏都会使风火轮转动,可以说很有科技感了有没有? DogDog的第三位著名代言人是卡尔马龙,可怜的马龙医生,都没有被大牌注意到,在省衙末期他也穿上了DogDog的球鞋,4th Quarter是他代言的球鞋,后来这双鞋复刻后,被中国台湾队成员陈紫薇所穿着,随着15年将总部搬迁至中国上海,DogDog开启了全新的旅程, 他们在入驻中国前曾经短散征战日本和台湾,并留下了一定群众基础,转战大陆后DogDog势必会好好,利用着全球最大的市场,这个象征着黑人文化的品牌能否打开全新的纪元,我们拭目以待吧。